收缴的胡塞无人机残骸 2019年5月15日 沙特方面报道,称沙特石油遭到了胡塞武装14架无人机的袭击 致使沙特石油出口,全面暂停出口至少两天 胡塞武装已经与沙特方面较量至少十多年 真没有想到的是胡塞武装实力是越打越强 甚至开始出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沙特石油 就在前一天 阿联酋港口内 7艘邮轮也遭到了不明的打击 其中4艘被击中起火 被偷袭的邮轮 从后来公开的视讯分析来看 确实被偷袭了 并且被打击邮轮损失不是那么大 这说明弹头威力不强 从15日沙特石油装置 蹦站 油管等 被集体空袭来看 阿联酋港口邮轮被袭击一事也有了结果 那就是胡塞武装 使用伊朗制造的远端 隐身无人机 打击了阿联酋的港口邮轮 由于是隐身无人机 并且还是借助空地导弹发射 精确打击邮轮 所以当天并没有说法是胡塞武装无人机干的 但沙特再次遭到袭击 显然胡塞武装空军使用大规模无人机在波斯湾地区 对沙特 阿联酋 赢得了两次大胜 而作为这一次胡塞武装的幕后绝对支持者 伊朗也是高兴不已 因为胡塞武装在盟友伊朗的支援下 对沙特 阿联酋展开了最新的报复行动 美国认为 伊朗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而美国方面认为这两次袭击 第一次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要道 第二次袭击 作为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备用的 沙特横跨阿拉伯半岛的输油管道 显然胡塞武装空军的战略目的很明显 打击海峡会国家的石油输出 掐断沙特阿联酋石油输出 这也被解读为伊朗在警告沙特阿联酋等海外国家 不要追随美国对伊朗开战 伊朗的无人机打击群 伊朗也是恰当好处的使用自己的盟友 对沙特阿联酋进行空中打击 这也证实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联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无人机大规模空袭作战 显然胡塞武装早已经具备这个能力 就是这个能力 可把正在往伊朗周边调兵的美国吓一跳 因为美国航母林肯号正在夜门外海 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全速行驶 而在14日 转架位于巴林的C-2挥狗运输机 完成了航母运输后 飞行途中竟然悬程保持应答器开启 基本曝光了美国林肯战斗群的位置 美国航母的位置 所在就在胡塞武装无人机 反见到弹打击射程之内 C-2挥狗运输机 美军急忙询问 这是谁向伊朗 伊朗盟有泄的密 估计谁也没有想到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 阿联酋邮轮竟让美军十分紧张起来 因为如果是沙特石油设施 是静泰固体目标的话 那么在13日打击到阿联酋港口内 正在航行的邮轮 可是一栋海上目标 并且体积和美国航母可差不多 美国航母行踪曝光 这也时时刻刻成为胡塞武装无人机打击的靶子 胡塞使用C-80X系列反舰导弹取得不少战绩 胡塞武装空军 在伊朗军事顾问帮助 陆下都能锁定和打击阿联酋港口内的邮轮 为什么不会对美国航母提前进行打击 而胡塞武装海军曾经在2017年和美国海军 宗斯顿须逐渐交过手 胡塞发射了12枚C-801反舰导弹 虽然没有命中都被美军拦截 但也没有被美国反击打中 美军没有找到反舰导弹发射车 最后只能对三部老式萨姆 赴二防空导弹雷达泄出怒气 据猜测美国航母在叶门地区 至少距离伊朗波斯湾还有2000多公里 美国航母本想着突然杀到伊朗周边 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 并且还需要时刻提防被胡塞武装偷袭的下场 请不吝点赞订阅